日月光有什么污水的 又重海了 然后细品 日月光有否认 有出来否认 说那不是他的 可是因为这样的事件 也影响到股价 那细品又有什么 又资本市场这家公司 去做一个卖股的一个动作 所以又有他个别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不是说今天才有 这样的一个事件 使得股价下跌 所以我认为说 今天高通的这些事件 反而对国内的半导体公司 也许是最后的一根 压垮落头的刀草 也许在这边来讲 他就有机会利空出境 所以你看到说台积电 我们看台积电的现行 前几天跳空下跌 跌下来之后 这几天有没有再跌 已经没有再跌了 外资虽然还在卖 没有错 可是已经没有再跌了 也代表说这边来讲 最大的利空 应该是已经过去的 他的这个股票 因为全值很大 你想要买这种股票 就是要趁这种 有利空的时候去承接 你才要买到低点 如果利多出来的时候 一定都在高点 你买的我跟你讲 一定相对都是在高点 8月初 外资就可以拿到台积电 发下来的股息了 现金拿到之前 7月底 会不会对于外资 对于台积电的卖压 减轻或转卖呢 你觉得 我觉得现在来看 外资对台积电的卖压 是越来越轻了 那有机会 在后面的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那也不只是台积电 你看连电 连电的姿态又更高 连电来讲 算是高档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连电反而已经没什么跌 但在这边来讲 应该是有机会 在折力完之后 在逐步的往上 不过比较弱势的是 像这个所谓紧硕部分 紧硕来讲 其实紧确都已经跌破 那这类的股票来讲 可能就需要小心一点 好 谢谢汉成了 对半导体的操作 给这样一个建议 为什么要小心紧硕 请看外资的卖潮 今天外资跟投信 同卖的标的 只有三党 紧硕 就是其中一党 三党同卖的 华雅科 锦硕跟立成 立成也是封策相关的 被卖掉的 我们回头再看看 同卖超 同卖超的部分 有中刚 富邦金 国泰 赵峰 中信金 刚花了很多时间 在聊金融谷 但是高通事件 我们还没有讲完 他的竞争对手 连发科 连发科今天 整个事件 从刚刚 建成 刚刚汉城聊到说 如果高通的相关手机 变便宜了 那联发科 当然就有压力了 可怪有时候回来 如果高通那边 不敢下单给他 那转向联发科下单 对联发科 又是个利多了 你怎么看 其实今天正反都有 这个看好联发科的 这个可能会扩大市场 也有看好高通 会扩大市场 其实我的解读是这样 高通如果权力金降的话 第一个 当然它为了 就是要抢中国的市占率 就是我把我的市占率 可以扩大 因为联发科还是独大 这个尤其是 比较中低阶的部分 那我高阶也要打进去 我低阶也要打进去 这个对高通在中国市场的 一个影响力就很大 当然是呢 你要降价 好了 你不管是权力金不收也 其实应该说权力金 其实有些厂商已经不给了 故意不给了 所以他也担心这个 所以高通才会把 第三季的彩色 降得比较低一点点 那如果说以后拿掉了 变相的降价的话 会不会冲击到 这个它的 营收会起来 因为市占扩大 我营收起来 但是获利就掉了 你毛利就掉了 所以它营收跟获利之间 就陷入两栏 其实对高通不见得有利 他们高层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有一派也就认为说 你不见得你会 因为权力金被拿掉以后 你要降价去杀价竞争 反倒对你更不利 我权力金没有了 联发科也给你杀的话 你毛利更惨 所以你赚不到钱 这还是最重要的 这就有压力 而且现在高通的4G 新的产品 跟联发科 所谓4G增巴盒 已经退出来了 联发科叫MP6595的产品 其实4G增巴盒 说实在的 我们市场上预估了 大概一颗35块美金 不是 大家讲的20块美金 大家要搞清楚 有些媒体 前几个礼拜 有跟大家报告 高通跟联发科 晶片的竞争 很多人在讲的20块美金 是低阶的4G晶片手机 4G晶片的部分 高通也有低阶的 联发科也有低阶 当然低阶的 反正就是便宜 现在讲的是高阶的部分的话 高通也要打进去 联发科也要继续巩固 这个区块 所以就会有一个竞争 其实毛利率都还算蛮高的 所以4G真八核高阶的 你刚说35块美元 大概是这样 市场上还没有真的答案 但是大概是35块美金上下 光一个真八核的4G晶片 就要差不多几千块台币左右 那成本很高 对 所以它是属于高阶手机的部分 那我问你 高通也有4G真八核吗 高通 它是假的 两颗4核心 对 两颗4核心加起来 只有联发科是一颗4G的真八核 而且联发科还有一个优势 除了跟大陆厂商 原本就合作很多以外 它有一个统包方案 就是Total solution的部分 它的优势在这边 可以帮客户省下很多的成本 所以这是高通做不到的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它的统包方案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有个公版 其实因应客户的各方面需求 其实我做给你之后 可以帮你做一些修改 所以你成本就降低下来了 懂了 美国人是一板一眼的 他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联发科是两颗3定做 而且它相对我帮客户省掉的成本 你降那个价 你到底要这个还是这个 所以不见得打赢 所以我觉得说联发科 今天早上早盘是开高的 那尾盘为什么会翻黑 其实它跌的也不多 在所有半导体里面 它跌的不多 算强的 为什么会跌 因为大盘中跌100多点 我当然会被拖累下去 难免的 所以我觉得联发科 应该是整理 整理过以后一段时间 我觉得只要业绩能够起来 应该会加分 而且今天的IC设计 也不是全岛 我觉得联发科 未来重心在4G的 争霸盒这个区块 像瑞宇也有新闻 这个吸手中国大陆 数一数二的海尔电器 要进军智慧家电 你看瑞宇的股价 也没有跌 这个第一季的业绩还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 原相今天还涨停板 就是它的影像感测IC 打入健康量测 现在不是很流行 运动手环等等 可以量心跳血压等等 它的影像感测 打入这个区块 也有提材性 原相的感测心跳 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智慧手环 智慧表 大概都拿得到 对 都拿得到 当然比重现在很低 是刚打入这个区块 那细创它的一个驱动IC 也这个开始加温 让它第三季的营收 传出来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今天的股价 最近股价也在涨 外资也都底下都在买 所以不是说 所有IC设计都不好 还有一档高价里面 你说联发哥不强 高价里面FPLAY今天大涨 对 今天大涨 这个最主要是NB产业的负数 它跟NB产业有关联系很大 还有它的EDP金片 就是迁入式的影音 相关的一些产品里面 会让你的NB的画面 各方面高解析度更好 你刚所讲的这些运用 都是物联网 对 以后都有关系 可以连在一起 而且你看 普瑞的股价 之前大涨过 整理ABC坡都整理完毕了 所以今天是大量往上 要往上攻 所以我觉得说 IC设计里面 只要联发哥能够稳定下来 其实国内的 我觉得我们的 像宣哥讲的 我们的研发人才是很优秀的 所以大陆人一天到晚要挖 一天到晚要挖 所以只要能留住这些人才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力 应该不会输人家 这个IC设计 因为很多投资人手上有 比较关心帮您多追问一下 这个操作策略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去比 那个高 很高 很高 第一 低级起的 因为3008 古王大立光 今天跌停板 然后我就赶快 在那个百分百的专家群组里面 传了一句话 吉亚 大立光为什么跌停板 就传了一堆 多数的百分百的专家回传是 就涨多了 但是呢 违泰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大立光跌停板 其实市场上最怕的就是 我左早又早 这么重要的模范生 找不到什么的利空 就打跌停板 高价股再修过一遍 全倒了 你知不知道大立光什么利空呢 涨多 大家都这句话 我个人的看法是涨多 因为其实如果说 你就他的一个这个 本益比来看 或者说从他上资法 收贿的公告数字的状况 来看 其实他并没有特别的一个 基本面方面的一个转换 对 OK 好 那为什么会今天 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杀呢 我个人认为跟筹码的松动 有点关系 筹码松动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从7月份以来 在三大法人对大立光的一个变化来看 投信 总共到昨天为止是卖超了645张 外资也站在一个调节的一方 是卖超了132张 那反倒是融资 这边增加了372张 那自营商就更有趣 自营商总共是买超了315张 而且他是在7月18号那一天 单天就买超了278张 7月18跑一下游标 对 你发现到 它是买在相对的高档 对对追高 而且那个价格在今天刚刚一开盘 在早盘就被跌破 而且7月18号当天的成交量 跟今天成交量非常接近 所以其实虽然说大立光 它今天是这个所谓的盘中 就是看到跌停板 那是因为认赔停损杀出的卖压所造成 或许在下个礼拜一礼拜 还有一些低点 但如果说站在比较属于 长期的一个基本面的观察点来看的话 其实只要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基本上它短线上面修正完之后 应该在未来的一个股价走势 就能够缓步再往上做电稿 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 因为用数字 用算式来说话 到底大立光今天跌 莫非也是因为进入了门槛 它的条件是不是太过over了呢 回到现场之后继续追大立光 还有一点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 问我吗 问炫哥了 所以炫哥待会回到现场之后 会跟大家来追踪一个很重要的 电子资金我刚不是说了吗 退到连七成都不到 钱退出来了 请问资金跑到哪里去 迪迹奇的吗 那些的热门股有人气的 哪些您该如何操作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轻松掌握市场动向 就看这一本 投资专业一本到位 摩根市场洞察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专有赔 申购钱影响越投资人须知 下一道咖啡甜点来咯 我再咖啡 我老板 好吗 我觉得提案的主题 用火焰来呈现你家 又是火 怎么能不能每年都火火火吧 真的没有创意 好啊 明天就要提案了 到现在一点进度都没有 回去再想啊 你又为食道逆流了吗 提案压力大 熬夜只能靠咖啡 老板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来 你的机会服饰店 为食道逆流 机会服饰店 一定搞定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远于传统的古法按摩手机 量身定做的按摩路径 强力深层揉捏技法 强劲推挤模式 台湾制造品质可靠 KIMOJI 副极 升级马戏团 把无聊片刻都变成了魔幻时刻 六点加加送 魔幻绒猫包 六角桃瓷冰冰盘 全部收集才魔幻 集点只要7-11 安逸告诉你 检测行动力 只要三个动作 首先 姿势 挺直背部需要健康的骨骼 二 柔软度 需要强健环节支持 三 平衡感 需要强健的骨骼及环节 骨骼与环节健康 才能维持行动力 心安逸关键 全方位升级 含有十倍葡萄糖胺 滋润重要环节 小分子超微钙 让骨骼更健康 行动更灵活 心安逸关键 全面提升骨骼与环节健康 来 这是你最喜欢的催眉 你们看 新的青梅口味来咯 台湾在地青梅 清爽 酸甜 干杯 小酒剧 轻享受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每次回家 都是我爱吃的菜 我们不在 他们都是青菜家 所以 我用银保善存 来照顾爸妈健康 人不一定每天看得到 北部的照顾 不可以一天没 银保善存 台湾生计 尽端先进三十周年 采端法人生计中心十六年 尽端一十四年 尽端一邀请您 立临台湾生计展 世界灵修 在大直会面 关键决策 在大直定案 景陵宜华饭店 国际会议中心 晋级一流企业 升级顶级商办 大直CBD 台北时代广场 2532-4288 收到大立光 麻烦大立光的K 你知道前面 创历史新高的大立光 是2640块 我们就在探究 因为外资还3000块以上的 已经有7家了 结果没上下 我们探讨的是 到底会跌到哪 那3000块会不会到呢 尾泰泰请上来 今天特别麻烦孟汉 把上个礼拜五 他的想法 用算式 把它算清楚 然后今天呢 尾泰把它说明白 当然尾泰 您也可以不认同 不介意 但是呢 怎么去看待 这样一个论点 好 其实这个外资啊 在投资这个 一个股票的时候 要看这个企业的时候 通常会拿这个市值 当做他们一个 评断的依据 准则 对 那什么叫市值 市值就是什么 这个 个股的一个股价 乘以它的一个股本 这叫市值 那只要这个市值够大 外资就会认同它 这家公司 在全球来讲 它会有它一定的一个竞争力 比如说像那个苹果啦 什么英特尔啦 那些市值 其实都已经是很大了 对对对 这个富可敌股啊 对对 苹果的部分来讲 所以其实在台湾来讲 有几家比较特殊的公司 包括像台售跟台达电 它的市值啊 都超过100亿美元 也就是换成台币 大概3000亿 台币的一个金额 对 那这个大力光呢 其实它在今年 在最高的时候 也曾经超过这个 台币3000亿 台币3000亿的 这个所谓的市值的金额 对 但是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门槛 这个所谓的进入 这个竞争力的这个门槛 3000亿来当做一个 门槛的观察的话 大概这个大力光 它必须要维持在什么 2300块钱的一个价格 我们把它算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其实大力光 我刚刚有说 历史最高的是2640块 这是每股 所以一张是1000股 所以一张就是264万 刚刚维太有说 怎么去算市值呢 一张264万乘上它的股本 13.4万张乘上它的股本 那就是3537亿 所以当时大家就认为说 进入门槛是3000亿台币 那3537亿太贵了 所以2640元的大力光 就应该往下掉 就不料哦 请看 今天跌停板刚刚好是2300嘛 刚维太画了2300 乘上呢 2300亿上就是230万哦 230万乘上它的股本 13.4万张 请看 3082亿元的市值 是不是就刚刚好达到 3000亿台币的市值的门槛 都都好 所以是不是就跌到2300 就满足了呢 请问 好 我个人认为 这个百亿美元 也就是市值3000亿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数值的金额 应该算是 这个铁板区 铁板区 应该是一个铁板区的一个参考 毕竟其实现在 刚刚你有提到 有超过7家的一个外资 都把大力光的一个 这个目标价 调高到3000块钱以上 是啊 所以如果说把它的目标价 调到3000块钱以上的话 事实上它的一个市值 应该远远超过 这个3537亿 当转 对 所以我认为说 应该可以把这3000亿 当做一个低档的一个铁板区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说这个 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 我认为说在下个礼拜 大力光 即便是它还有再往下去 做走低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它的一个跌势 应该会趋缓 可以来一下好不好 维太他觉得 2300就在这 所以2300是铁板区 这个地方是铁板区 那如果真的有回 应该也 你告诉我回不多 然后会再往上吗 请问 好 我个人认为 这边其实往下做修正 第一个 这条线 这叫做季线 对 一季平均成本线是 2159块 那跟现在 今天的收盘价格 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是的 对没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 其实它如果 这个波段 你看到它曾经有出现过 这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 大量 重码松动大量 那换句话说 这边确实有一点 重码松动 换句话说 如果它是针对 这个波段 去进行修正的话 也要顶多 就修正回这里 就把它整波段 修正完结束 2200 所以其实它的空间 其实也没有很大 所以我才认为说 下个礼拜 级别是还有低 但是它的空间 应该不会太大 感谢维太了 因为今天 大力光这么一跌停板 把大家都吓到了 然后我们上分好不好 大力光股王 跌停板 股后汉维科 跌停板 有打开了 然后高价股 整个的气势 都提不起来 那维太要 一个结论就好 高价股 这么多跌停板 TPK适得力旺 那高价股 我们现在是 因为不是每一档 都像大力光那么优 那高价股 如果今天很弱呢 好 其实高价股 跟人气股 像面板那类 其实不太一样 像面板股 或者低润股 这种比较属于 人气股的一个部分 量是越滚越大越好 用以量滚量的方式 让股价再往上去 进行冲高 可是高价股 因为它基本上 它的价格就比较高 能够去参与的人 就比较少 所以高价股的一个 操作重点 应该要放在什么 筹码的稳定度 所以如果说 你手上的高价股 在今天即便是 有稍微做个拉回 但它并没有出现爆量 那基本上 我们可以预期 它的一个筹码 是没有松动 但如果反过来 它先是呈现爆量 下沙的这样子的情况 来看的话 如果说明后两天 它没有办法 做有效的止跌 就表示它的筹码 可能也有出现松动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就暂时不要去进行承接 刚刚在资金配置比重当中 提到了电子 今天因为高价股 这么一沙 电子资金比重 七成都不到 钱就这么样退出来了 那金融 维太刚刚已经有讲了 只是电子资金这么一退 还是有一些的 hold住人气的 比如说红基 红基 幸好我们昨天有说 在第二季 在市战略 竟然赢了华硕 物联网 这一大类 也是有量有价 正新 中概股当中 做轮胎的正新 今天有抗跌 中概股 它包括了传产股 因此 炫哥 这可大了 麻烦请上来 高跟低 炫哥刚刚还在跟我聊 他去演讲的时候 第一句话 常常会问 听众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高跟低分得清楚吗 当然分得清楚了 当然清楚了 我低 我也不是白痴 我说高低会分不清楚 对不对 当然分得清楚 错 错 我说历史证明 一般人对高低 是分不清楚的 真的 也说我们练了三十年 还经常分不清楚 你说高低有那么难吗 很难 高低分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分高低 我只问三个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投资股票 两个字赚钱 没错吧 是啊 第二个问题 如何赚钱 四个字 买低卖高 对对对 没错吧 你有反对吗 对啊 买低卖高 第三个问题 什么情况可以买到低 什么情况可以买到高 所以你就知道了 第一是什么 当极利空于大成的时候 就是利空极大成的时候 你可以买到最便宜 大家最不要的时候最便宜 那什么时候卖到最贵 大家都要的时候卖最贵 但是历史证明呢 大家都做错 正行啦 现在正行 就是先传产的先 看正行 长期相对高 但是现在碰到13个月 跟34个月的转折向上 低阶或有中期反弹 好 我们看看它月线图 再看长一点你就知道 这时代也不低哦 对不对 这里15块嘛 对 它涨了十几年了嘛 这是民国90年嘛 15块 传产股都是民国90年涨的 这个是341 传产股都是341涨的 事实上它涨十几年了啦 你现在来就已经落后十几年了 那你这样看就知道 长线不低哦 一百块了 长线不低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 把这里放大 变成中线 再放大就好 你这样看 不高哦 这样就不高了 对啊 一百块掉到七十几年 你把那边裁掉 这就不高了 对对对 那我要讲的是 勉强可以的是 它是这样 好 我讲的是 这个前低到这里34 这里下来是13 所以我只能说 它这个中波段 这里是相对低 相对低 所以如果以13跟34的转折 至少最短期是连四黑了 连跌四个月了 应该有一个反弹 我只能这样说而已 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 因为它长线是高的 对对对 它最好的买点 你12年前就应该来了 民国90年 你看到那个美国的飞机 去撞那个双芯的时候 对双芯芯 那时候你去买它15块 如果没有911 怎么会那么便宜 对啊 所以我说 这一定要集利空之大成 集天灾人祸一时 这时候不是我们幸灾乐祸 股市就是这样 你回头看 这个点就是341 好 传产股在这里 你只要闭着眼睛赶买 现在都发 你随便买 一定都发 就在这里 你随便抓 都是算好几倍的 我当然可以理解 那个时候 为什么传产股起 账点都在911那时候 因为911双子星这么一账 全世界就弥漫在 那个恐慌情绪当中 全世界的经济 消费力道就大减 所以传产大家不买东西 就见低点了 对对 车子都没买 买轮胎干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下一台 对对 洪积 洪积的热门了 洪积长线低机器 你要买到这个价格的很少 这个月是8跟55的双转折 我建议是22到28 就是压力跟支撑 来回操作 区间来回操作 波段目标 这是波段目标 这个应该有到这个地方前例 但是现在可能会在这里 我们看看它的月线 你这样看 低嘛 低啊 这样看高低应该分得清楚 这样都看得懂 没错 但是大家喜欢买这个 这个十几块 哎呦我反而来倒一块 是不是那时候十几块 不是这时候 好我把你把 现在不用看那么长 我把这个放大 我讲的是这样 这个月是什么 是前高 55 前低 这是历史最低 几乎这是历史最低价 这是8个月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它已经涨8个月了 它从14块涨到这里 快涨一倍了 但是它有一个任务 它如果它未来要走多头 它必须 因为这里是跌9个月 现在已经涨8个月了 8个月还没涨完 它合理上 它必须在8个月过前高 这里差不多是28 对不对 你过前高 过前高之后 它不是 这个不是少一个右肩吗 这个是22 所以它过了以后 它会这样 这个打一个右肩 打一个右肩之后 这里不是又一个底吗 这是28 这是14 左肩右肩 这是28 这是14 不是又14块吗 我拉上去以后 就会到40几 所以这一个45块 这里就会来 所以我只能说 中期在这里 之后还看到这里 这样 好 但是它积极起 第三档 第三档 这连结 这个是叫做物联网 我们这个张董事长按赞 我不知他这个赞 是谁赞 买了赞 是招了赞 还是买了赞 今天张中文 董事长按赞 他是因为那个政府 就在今天正式宣布 对不对 对 宣布物联网 所以张董事长就按赞 就要整个的那个规划 Program的进行 然后要整套的物联网 对 不过这也不是新的消息了 坦白讲 对 之前就讲过了 对啊 之前就说过了 对啊 因为我们张董事长就来 开始说发生一个大事 他说什么大事 个物联网啊 他讲的就是个大事 好 那我们要检视一下 面临21级55个月双转折 涨幅三倍过前高 已经 预前高了 这应该在预到前高了 对 52到37 52块到36 区间操作 为什么这样走 我们看看连结 连结 这样看 你说他高还是低 他在半山腰 那我要讲的是 对 你如果以最高看 他是半山腰 对啊 看你格局多大 那我现在讲 这是前高 对 这个就是92里 我这样说 他为什么长来 他从这里 这里 跌到这一根黑 跌34 它符合转折的 对 所以物联网什么时候买 应该在这里买 因为跌34个月啊 跌34个月 跌了以后 34最少涨多少 21 对不对 34不是下一个21吗 对不对 最少会涨21 所以你这里买了以后 你有责任报21个月 21个月是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你从这一个开始涨 涨到现在 是21 从这里到这里跌34 所以我说这里到现在 现在是55 所以我刚刚登个设计卡说 它是面临21跟55个月的